老花一美子一答回答一下测宝们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花友发来的是一个垂师墨脸 一个月来都没对景 没有动景坐标是福建的 这种就是说像咱们福建那边 现在还是温度略微低了那么一丢丢 不过您这个好像不太像 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一个是缺水一个是缺肥好吧 不排除温度低的一个可能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福建的一个气温是多少 总体来说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可以往屋里搬一搬 如果说冷的话低于15度它是停止生长的 然后呢多给一些个光照 适当的水肥这一块加一加就行了 别的没问题很正常啊 老花一你好我家的蓝雪花 最近下面很多叶子总是干了 这坐标北京请问是缺水吗 这很正常 当蓝雪花开完花之后呢 大家要做的就是一个适当的修剪 它下面没有叶子是因为它都空着往上面长了 因为它下面的不脱落 它上面的没有空间去长 没有多余的一个精力 所以说这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 你看人家那个北京的花油是吧 人家那个垂丝茉莉养的就很棒啊 刚才那个福建的花油 在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啊 你看人家养的就很棒啊 你那个你看 相互学习嘛这个东西对吧 你看人家那个花盆里边都有一点肥料 那你那些一点都不用 它能不僵苗吗 它能生长吗 对吧 那这个我的垂丝茉莉啊开始夜间发黑夜 夜片也有点大了是生病了吗 又来一个垂丝茉莉的花油 您这个养的你为什么咱不能就像那个上面那个北京那个花油一样学习一下 让它给你们分享分享怎么样的吧 首先呢浇水这一块干透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浇透 也要适当的加一些肥料 尽量的多给出一些光照 别的没啥呀 你又干又燥 那么有的是花油 甚至还又冷它能长吗 因为北京人家室内人家在屋里还有 还隔着玻璃 你看人养的那 人的多哇塞 你为什么到咱那 这为什么就不行 有一根竹子黄了是什么原因 这很正常 那根死了 暴毙了 对吧 那个太小了 你没看它那么短吗 对吧 那没什么原因 就是暴毙吧 那个没别的什么原因 花屎不能复生啊 节哀睡面 你好 我的幸福这叶子啊 枯萎往下掉是什么原因 积水 闷根 通风差 那个叶子多了 总会掉一些 掉一掉 时间长了以后 剩下几个叶 它就不这么掉了 好吧 大家在养花的时候 老实跟大家说 不要用那种特别高的那种磁盆去养花 太闷 如果咱非要用 一定要做渗水成 好吧 表面的土也挖出来一部分 不要 太密了 而且呢 又是这种重生的 你想想好几颗的挤在一起 那么密 它能不掉叶子吗 这辅于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别的没什么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呢 以垂师茉莉为主啊 大家在养活垂师茉莉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啊 它是原产制于泰国啊 基本上 像广东那边完全可以实现地灾 而到咱们这边养不好呢 多半都是因为那个 水肥不济啊 温度不适啊 其他的就没什么 一般都是两点原因 有的话我都是冷了 给冻的 不怎么涨了 有的话我就是水肥不济了 好了 养活力就到这了 学不错 记得点个赞 请养活力了 视频要留意啊 我是罗姨 养活最能力 下期再见 别不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